我是誰 吃種子 有心栽花 花不害 無心要種 種成車 誰死病中經做起 明祖仍要吃種子 文君能有幾多審 恰似一日三餐吃種到中秋 錯和日當午 看的和下土 誰知盤中酸 粒粒 皆 種子 用種做成壽司 真是很有誠意 三不在高 有仙則名 種不在大 能吃就成 有志者 視景成 大變變成三角形 少少尼加魯大會 種子還在 笨無須 眾女尋他千百度 物以回首 哪人卻用種子來Cost on 段五節的種 你今天知道了嗎 大家知不知道寵物小精靈的圖鑑一號 為什麼不是比卡超而是奇爾種子呢 其實的確是和段五有關的 話說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古人叫小子 他見到屈原頭剛失敗 擱淺在剛邊 所以親自把屈原頂發到剛裡 然後他利用身邊的種 去保護屈原的屍體 就是這樣 第一隻精靈 奇爾種子就是這樣誕生的 所以你知不知道 你每吃一粒種 就會有一隻奇爾種子受到傷害 那我問他是不是真的 怎知他說是Gull Up 哇